是谁发明了作业 每天写都写不完 稍微是写真难看 妈妈就变脸 我写作业很落写 一写作业到饭天 东湖都让我出现 好的我很买 不写不写 啊 贝莉啊 给我好好写作业 可是 可是 那你就一直玩吧 哼 让你不好好写作业 走啦 什么 赛罗不好好写作业 被封一成玩具了 马上出发 好像就是这里 这么多玩具 要找到什么时候呀 我朋友们 你们说到底哪个玩具像赛罗啊 算了算了 那我们全都打开看看吧 嗯 首先来看这辆黄色的汽车 哇 它看起来好帅呀 好像还可以变形呢 那我们来看看 当当 除算了 这是新奇暴龙战车里面的雷霆飞车 哇 哇 啊 王龙准备好 想着牵着牵手的目标 像龙柔织在燃烧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齿炎枪 它是新奇暴龙系列 龙装战甲 哦 据说还有声光音箱呢 我们打开开关听听 看多不 你别暴龙龙 哇 声光音箱也太酷了吧 接下来我们来给它变形吧 嗯 讲讲 它现在由爆炎枪形态 变成了齿炎巨剑形态 哼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变成 法王龙形态 哼哼 霸王龙武装召唤 霸王龙武装召唤 接下来来看这个 这是霸王龙 机甲战斗系列 哦 看后面有一个手柄 接下来看机械万龙 海 它现在是冰寒枪形态 我们给它变成冰霜战斗形态吧 哼哼 哇 这个冰霜战斗形态 也太酷了吧 看起来威力很大呢 嗯 那我们再给它变成万龙形态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白金色的航天飞机 嗯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白金色的航天飞机 嗯 这个变形非常的简单 它是西游版的航天飞机齿岩 这个黄色的是机械三角龙 现在是它的轰雷枪形态 哦 变动吧 你变三角龙 我们给它变成雷鸣神功形态 嗯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变成三角龙形态 嗯 嗯 武装召唤 三角龙武装召唤 这是机械甲龙 变动吧 机械甲龙 现在是它的肩甲重锤形态 接下来给它变成破甲炮型 它还有第三种形态 就是甲龙形态 呵呵 呵呵 嗨 甲龙形态变换完成 呀 哈 最后还剩下一辆蓝红相间的战车 呵呵 按下保险杠来变形的 哦 出现了是赛洛 解救成功 耶 呃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写作业 我再也不要变玩具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解决那